台南有駕駛喝太醉 越開越歪 自撞耗之干 涉及公共危險得扣牌半年 不過在高雄卻傳出有車主 賄賂遠景開甲罰單 專法律漏洞 讓車主能馬上重新上路 公署法條例 悬掛 微微是悬掛車牌 然後悬掛他車牌照 那這兩個條例都是會註銷牌照 那註銷牌照之後 他就是可以趁那個空檔 去把車牌領出來 之前的法律規定 車牌被註銷重新領牌 等於不用被扣牌半年 就業者動歪腦筋 被扣牌六個月 聯合租賃跟代辦業者 照當時在高雄人物分局 任職的誠信遠景合謀犯案 被扣牌的租賃車 開上路到指定地點 讓誠信遠景開罰單 吊銷車牌 這樣就可以立刻把車開到監理站 等於不用被扣牌半年 涉案不法獲利高達七百三十八萬 全遭高雄地檢署 依徒利罪起訴 因為他原來車牌被註銷 重新領牌 那重新領了這個車牌 跟他要危險駕駛 要調控那個車牌 是不同樣的車牌 他就變成可以行駛正常道路 會有這個漏洞 法規都已經有重新做更改了 現在目前來講 這個方法是行不同 曾經遠景收匯開甲罰單 被人物分局寄過 調離原職 還涉犯貪污圖利 公務員登載不實等罪嫌 官司產生 三連新聞 許氏庭務惠山 告什麼的 有關